MING PAO TORONTO 資訊 大家好我是雞少 今天帶大家來到新商場K11 先看一下這裡有什麼好吃 剛巧是隧道進來的位置 現在就下面看看有什麼食物 現在處於B2層 B2層有個小朋友玩樂的地方 這層主要是賣小朋友的東西 然後有些滑滑梯玩的 這間麵包店是一個法國知名主廚創辦 它主打超過80款的麵包、甜品、鹹店 在法國、韓國、台灣、澳洲等地都有分店 而在今年9月中 它更加在尖沙咀K11秒C 開設首間香港的旗艦店 你會見這間麵包店 除了牛角包外 還有這些鬆餅、抹茶、朱古力、原味等 也會有這些brownies去賣 另外它亦在對面有一個開放式廚房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看到它現在即場製作麵包的過程 然後在旁邊亦有一個店買西餅 當日店採取了排隊的形式 一旦有新鮮麵包出爐 它就由排隊第一的一路開始派起 因為不同味道的牛角包 它有不同的出爐時間 當大家想吃不同味道的牛角包的時候 便要等很久的時間 我們現在試吃這個牛角包 我們先試什麼味道 要什麼 吃到外面脆 外面脆 裡面都軟的 因為我剛剛新鮮脆龍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我覺得是一般 如果給分的話我給7分 7分左右 我試試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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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這隻好吃 這隻是 草莓 紅莓 嗯 這隻好吃一點 這隻有那個 其實我覺得好吃就是這個 有些甜甜的 這個 應該是不是creme 這個 應該有些紅莓 在這裡 這些不知道是不是紅莓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 因為我加了第二天 對 那些紅莓都是在上面 然後它應該用一些槍燒了 那我點這些就可以了 不同的 這些 不同的 不同的 因為那個口感是跟著這個 再吃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冷了 現在再吃這個 這個 這個超熱 我想呢 如果這個再熱一點 好吃 怎樣吃好吃嗎 好吃 是不是因為熱一點 嗯 嘗嘗嘗 這個 這個 真的 這個 很軟 它沒有脆皮 我覺得好像是這個 這個 好像是這個 這個 甜味就好像真的沒有了 對吧 這個比較特別 嗯 其實它的紅莓都很香 但是那個紅莓是 所以 突然間中間才會有一股 融出來了 但是裡面沒有 所以 如果這個 要排一個小時 的話 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的 真的 如果大家想試這個 真的要考慮清楚 就是要等的時候 即是如果你立刻有得買 就OK的 可以試一試 它好淡 面前這個甜 都不算是很甜 否則 跟甜味沒有分別 這間店很一般 嗯 立刻買 買到的 就可以試一試 但是要排15分鐘以上 我都不建議大家來試 我們現在再去找東西吃 看看這裡究竟有什麼好東西吃 好 它這個升降機是藏著在這本書上面的 有些看不明白的 看不明白的 很多 這隻鴨很恐怖 它那個陰影打出來了 有點恐怖 那這一間是一間髮型屋 它融合了這個茶飲店的概念 在你剪頭髮之前 你可以買一杯珍珠奶茶去喝 而這一間就是陳同開的咖啡店 看看大家來是否碰到陳好 好 而這個發光的球體 就成為了這個K11秒C的一個標誌性的物體 它裡面都有一些功能 它裡面就是一個螢幕 播放著一些文藝的短片 懂得欣賞的人就會懂得欣賞 不懂得欣賞的人就不懂得欣賞 而大部份的人都會在這個球體打卡拍照 我都覺得這個球體都頗特別頗漂亮 當日都看到有些導賞員在介紹商場裡面 裝置藝術的由來和他們的解說 而這個商場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危險的這個樓梯 因為左手邊這個樓梯比較密 右手邊這邊是比較高 如果有些老人家不小心 插錯我的腳就會跌倒 我們在這個商場當千秋 導賞姐姐又跟著我們 你看 她就在我們前面 我們走到哪裡都很想幫我們導賞 這間雪糕店我都頗推介大家 她是一間純素的雪糕店 她的雪糕是沒有雞蛋和牛奶的成分 你吃得出她是用真材實料的紅肉火龍果去製成的 每一口你都吃到火龍果的果子 口感都頗有趣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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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五樓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一條扶手電梯可以通往七樓 七樓其實是一個空中花園的位置 那上面有少量遊樂設施給小朋友玩 亦有一片小的草地 在這裏 做對了 嘗試這個梳芙莉班戟 嗯 很濃郁的味道 它空氣感又不是很厲害 但是它有一點實在感 但是很有蛋味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想我在哪裡試吃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另外記得LIKE在我Facebook和Instagram 那裡有更多我另外生活美食等等的分享 我是雞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